二龍侯老里市主教幼稚園 有三名學生移租性侵案 學校昨晚六點舉行緊急教掌會交代事件 至少他可以真的一起跑這件事 雖然他的態度還沒有讓我非常慢 校方人都在職業度 在這方面處理上有很多辦法 家長表示會上校方提出了改善措施 他們都有些措施做了 將工作人員等時間 單獨接觸朋友的機會都減少了 又表示會內有家長情緒激動 最後校方代表並沒有回見傳媒 昨日稍早 司警亦表示正式拘留涉案男子 雖然經檢查後三名學生都沒有受性侵的痕跡 為何會將他拘捕呢? 案件已經送交檢察院處理 減街 Holly 減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